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又来到了秋天圣旅行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去阿里山 我们要去消失的棉月县 今天有五个partner 我 Melissa Melissa人耶 Melissa 這是小鸥 Hi 還有帽 帽感覺在暈車 哈哈哈 不會啦他開車他不會暈啦 這好大字幕喔 哈士奇 好可愛喔 Hello 我想不想贏啊 沒有啦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partner 我們的 一文 Hi 想介紹你 今年的第二次來阿里山 上次是爬大塔山 那大塔山是跟我妹妹一起去爬 因為經過那次的經歷 我覺得我跟我妹感覺不能一起爬 因為真的tempo不一樣 那這次棉月县呢大概 會看到兩個比較經典的畫面 一個是明隧道 明隧道的話就是在921崩塌的那個明隧道 第二個的話是在棉月县 大部分基本上都會走到明隧道下他處去露營 那我們這次為了要走深一點 因為走到明隧道應該是走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了 那我們這次因為是兩天一夜的行程 我們會走到那個棉月縣棉月之線 然後會最終會在石喉車站 那我說的第二個比較驚艷的地方應該就是棉月縣的鐵橋 那邊比較少人會到 所以覺得應該會有很漂亮的風景 我們大概走了二十分鐘 十至二十分鐘 來到了阿里山的派出所 這個派出所蠻特別的 你要進去呢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鐵軌 這個鐵道 平常應該是封住的 阿里山的派出所 然後接下來呢 看完派出所 會看到有一個類似天空之城吧 這邊一個天空之城的附道 王美等我一下王美等我一下 喔我抓到頭了 這個是我要的光 其實這邊是出口 現在現在沒人的時候看一下 它名字是叫櫻枝島 可能這邊平常 不是平常啦三四月的話 這邊櫻花會應該開得很漂亮 所以就取名為櫻枝島 那這邊就有點像是 天空附道的概念 不要學我 因為我是從出口進去 入口是在那邊吧 不太高 蠻漂亮的 應該拍照應該蠻美的 好繼續前進了 接下來我們到了 昭平車站 這邊會有櫻花老街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買一些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看到是遮陽帽 還有一些 零食跟飲料 看一下裡面好 黑咖啡熱可可 還有五障礙的 電梯 現在的溫度是18度 非常舒服的溫度 不冷也不熱 然後上面有一些 神木的藝術創作 在上面可以去參觀一下 現在沒有人 走一下 他的那個鐵道 他的車站 好漂亮喔 這感覺很棒耶 有火車 火車來了 有火車來了 還蠻幸運的 火車剛好來 其實小小的火車而已 沒有很大 其實他裡面還蠻古色古香的 你看看他裡面 我沒有賣票 我已經趕走好了 應該是香港人 講廣東話 阿里山遊樂區 非常的知名 也很多的遊客 我愛觀光客來 因為他 有舞秀的支撐 哪舞秀呢 就是有阿里山的鐵路 阿里山森林 還有阿里山的雲海 阿里山的日出 以及晚霞 所以這邊 非常 非常非常多的 觀光客會來這邊 在那 就是等一下 我們要走到那邊的崩塌處 明隧道的崩塌處 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網美 我們的Model 我們一起走 我們一起走 可不可以啦 你要跟我們一起去是不是 好想喔 你們是剛剛跑完大塔山 所以大塔山漂亮嗎 很漂亮 我們要去綿越線 對對對 我們早上才在綿越線 下次下次下次 OK 掰掰 掰掰 走到這邊會有一個岔路 那因為我上次已經有來過大塔山 然後我是上次走來這邊 走來這邊會有一個是鐵路的 那這邊的話是 步道 算是步道 那我當時是走去大塔山走的步道 我覺得好累 雖然上面還是有一點風景可以看 但是我覺得這邊算是繞路啦 因為它下去又上來 那因為我們最後是要走綿越線 一定會走鐵路 那之後一定是會交叉的 因為如果你要往大塔山的話 你一定會有一個算是人行道 就像馬路那種人行道 你會穿越 所以一定還是會到鐵路 所以我們是確定 因為這邊沒有火車 好像都是早上才會有火車啦 就是日出的那個日出版 有火車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往鐵路這邊走 有車耶 這樣子開 太酷了吧 終極殺陣喔 這個猛 如果假設剛才往下走的話 那就會走到這個大塔山的步道 好那我們就要越過去 所以大不如就直接走鐵路旁邊這樣過來就好 像他們這樣子 不然你走下去 還要走上來 就這個 往那邊的話過去是 就是往大塔山的方向走 上次走大塔山 難度我覺得算還行 就 我印象好像大概三公里左右而已 對那以這邊前面的話 都還是算平坡 一點點緩上而已 到最後要攻頂的時候 就會比較陡一點點 時間 一天是可以來回的 一天綽綽有餘 上去也還蠻 彷薄的 大景也蠻漂亮的 對 有機會這邊有一個步道 假設時間不夠 可以往大塔山的方向 步道可以去走 這邊 漂亮 一個彎道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走在這邊就是神清氣爽 對 就是剛好天氣也 現在太陽也不見了 對 是希望可以看到雲海 真的 我覺得如果今天假設 假設如果下雨的話 可以明天早上的時候 天氣好 再回來再補拍 因為我們走來回路線 我們現在需要一點好電氣 對 好像想要看星空 眼底星空 算了我不會唱歌 換我 換我啊 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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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按的時候 沒有半壓 沒有半壓 只會被拍 不會拍人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個緊 然後你半壓 然後再按下去就好 好 我剛剛是不是按太快 你按太快了 然後你按的時候記得手要穩住 不要抖一下 他抖一下的話差不多就會 要憋氣 憋氣按快門 我們這一團的tempo就是 邊爬邊拍照 好看的就停下來 所以我們預計的時間 有 所以我們可能會拖掉時間 反正我們今天算是 恩 劍走的路線 不會太 上升或是下坡太多 就是有點算是劍走 只是被重裝的劍走 因為晚上要錄影 中午是吃麵包 就簡單 那我們晚上的話 我們就有帶一些 爐具 那晚上我們印象是 有勤帽 去買乾燥飯 比較簡單又輕 那還有香腸 我們剛剛有去Seven 買一些香腸 這邊也很讚 那買香腸 那隔天早上的話 我是準備了 泰式奶茶 配 吐司 吐司 這邊超美的 等一下我還拍一張 超美的 這邊真的很讚耶 我們 是往左邊這條 右邊的話就是珠三線 那左邊的話是 綿越 那個司機喔 他不知道怎樣 他就是在罵我們說 他是不是生老鼠啊 對啊 他很兇耶 他說你幹嘛拍我們 你為什麼拍 對他很怕被我們拍 這樣子 有可能 我覺得是 那幹嘛怕被拍 對啊 只是超一年 這是午餐嗎 不是的 他們走好快喔 我會怕 我要加快我的腳步 那個數目 應該是快到了 期待 期待民隧道 哇 真的霧越來越濃了 你看 整個起大霧耶 看不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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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到 但我們知道 看不太到 我都不太到 這是16號加強版耶 有啦 這個真的是比較高